大家好,我是和媳妇一起来南通旅游的北京齐格 我们现在正是开始在南通的探索之旅 我们老粉都知道我们逛城市特别喜欢看那种老房子 真正的历史感的老房子 哇,这是什么 哇,这个以前这块你看有多少 全是什么宫,什么殿,什么庙 这都是庙,什么祠,就全都是这些 还有什么鼠,还有什么宫 哎,太好了,这就是咱们最喜欢逛的那种老巷子应该是 对,这一块应该是承载着南通的历史 但是好像面积已经不大了 咱们看到的地图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刚才其实老远是被这个老房子给吸引过来的 这个房顶太漂亮了 看街上的这两座建筑它间隔了将近500多年 在建筑物前面的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 桥楼初建于原至正九年 重修于明洪武三年 历代经多次重修 中楼仅靠桥楼之南 建于1914年 高大的西式建筑中楼 刻意地建在象征封建统治的桥楼前面 两座中西体态各异的建筑紧密相连 它是反映时代变迁 历史前进的物证 这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组合在全国较为罕见 这个中楼桥楼作为我们来南通的第一个景点 还是挺合适的 它里面的展览介绍的比较简单 但是也大概给了我们一个对南通的一个初步印象 看完中楼桥楼 我们正在通过这些老巷子去看天宁寺 刚才我们背了一下小飞机 看了这一大片全是老房子 寺街不明思义 有寺才有街 这座寺就是素咬一周伟观之称的唐代古寺天宁寺 全都封了窗户 我们俩最喜欢钻这种老巷子 看看这些民房和历史建筑 这个看起来好 人家这层栽都不得了 这是高门大户 门上都是有那个虫狮子的 哇你看抬头 这是卖什么小吃 晚上出夜市可能 全是大象 这就是小象 其实我觉得我们早在这种象子里面 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有多破旧 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历史 所以大家在看这条视频 也别拿着这新旧程度来评论 我觉得这个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 一个历史阶段 它里面是这种青砖 你看这个吗 哦 其他的以前的老邻居给留点消息 这个门挺好 走到这边 这个居民就多一些了 这写得一小吃 1945年 这个街区横平树枝的 人家这橱窗弄得还挺好 关心下一代原地 这里也有这个义鹰堂 镇江也有义鹰堂 建堂知识90余年 全活鹰 6万余口 这也叫天宁寺 北京也有一个天宁寺 好 这个后面其实还是挺宽敞的 人家在牵着狗狗在绕坛 人家在牵着狗狗在绕坛 这个寺庙不大 而且它是在居民区中 该有的专业宿目也是有的 当然特别接地气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让我点赞和关注